早上早上,Hana在台湾的第二次跌倒了凯昌城市, 主要是在我们的观察区域。 因为它不预测的动作, 台风预测到到最后6-12时, 比之前预测更长。 菲律宾气象局预测, 这海魁台风在高雄市海岸持续不稳定的移动, 尽管目前海魁已经转为青台, 预计5号会从中国、福建、广东一带登陆, 但目前暴风圈还是笼罩南部跟东部地区, 质流影响所带来的雨量也是不容小觑, 所以大家要多多留意了。